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你说的是全中国第一的卡牌手游 随时随地都能玩 还能斗地主的三国沙移动版吗 没错 就是随时 可以了 干什么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只即将上线的新武将的忠诚主示角录像 主公是董卓 相信大家都看到这个武将了 没错 他就是陶谦 但是大家可能都还不知道陶谦是什么东西 陶谦就是陶则靴之谦 是吧 所以他其实是三国沙移动版里面 除了流战之外的一个隐藏的歌手 那我们来看一下镜头 一技能招货 就是你专门招惹一些祸害到底的身上 小时候吧 还是个锁定解剧 当其他的角色进入冰死的时候 你的体力上限变成一点 但是不要慌 你每以此法减少一点体力上限的时候 你是可以摸一张牌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二技能 一箱 每名角色的回合 只能用一次 就是说每当你成为一名角色 使用牌的目标后 包括南蛮入侵万元七八 只要你被指定了 如果使用者的体力值比你多 那么你就可以随机获得牌队里一张 你没有的基本牌 最后就是三技能 他的这个技能很有意思 他的二技能叫一箱 三技能叫一让 一箱一让 一箱一让 一让一让一让 妈的真的是个歌手 好 初牌阶段开始时 你可以将所有的非基本牌 交给一名体力上限大于你的其他角色 然后你把体力上限调整到跟他一样了 然后你就回X点血 X为你词法交给他牌的类别数 不是张数 不要搞错了 好 简介就说这么多 我们开局看一下到底怎么玩吧 这个陶泽学之前 好 但其实刚刚那个进度条读完的时候 我刚刚好把台词读完 这个很巧 大家可能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是这个戏剧学院表演课班出身的 我的台词功底非常的深厚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练一下 对时间精准的把控 知道吧 好 我在给你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董卓总看了一关眼睛发 我们看一下战面情况 就战面情况来说 鲁肃的身份其实是偏忠一些的 一是因为董卓他有用牌能力 他是可以跟鲁肃配合起来的 二是鲁肃的位置比较尴尬 如果董卓的牌好的话 鲁肃可能直接被酒杀死了 这都不是说不可能 所以鲁肃偏充 然后往这边看 像什么 和泰后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比较偏充的 因为和泰后他毒 什么鬼 反正就是用技能到董卓的身上 董卓不怕 再一个就是和泰后 如果被董卓酒杀要出两张闪子 董卓挂军很容易的 现在手机卡很行 所以和泰后也偏充 但是这只是我给大家分析的 应该出现的情况 和不应该选的武将 应该选的武将 但是真实情况不一定是这么样 因为很多玩家他不会玩 他没有看过我的解说 他就不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所以你要看了我的解说 你才知道三国沙怎么玩 才玩得好 知道吧 麻烦大家 你的朋友 家里人说一下 叫他都来看一下 小弟弟 我在这里 谢谢大家 然后这个话音刚落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一个人像是死了 内奸直接死了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值得去借鉴一下的 就是在三国沙界流传的一个神话 叫什么 叫沙内必输 我们这个何太后把内奸杀死了 何太后如果是忠臣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要输 如果何太后是反贼的话 那 好 现在不说这些虚的 何太后跳反 何太后磕了一个桃子 成玉舍服的牌是桃子 其实我个人建议 如果成玉的身份是反贼的话 那么反贼优先舍服的牌还是杀 因为反贼人头优势 你保住这个人头优势 你就能继续把优势扩大 所以杀是保住人头优势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然后我这边直接给牌了 我给牌的可以说什么效果 这董卓和陶天的配合是不是就非常的有好 而且我还可以给他暴略 简直是董卓剧的神钟 有没有 我们董卓的血线 瞬间我复制过来 我还给了两种类型的牌 我就从一血变成了三血 对吧 因为之前有个人冰死 我忘记说了 我摸了很多牌 然后中会的身份也没跳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忠臣是中会 忠会和我是忠臣 曹生是内奸 其他的人都是反贼 就这个血将矿来说的话 你看看 河大夫直接被董卓打得冰死 然后摸了一大摸牌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你真的不能在董卓主公局选女将当反贼 你总是怀着一个侥幸的心理 你觉得哎呀 董卓他一个摸牌白 他根本没有距离 我那么远 我随便玩 但是自死的情况是 你随便被人家玩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董卓主公局不允许反贼女将出现 这是不允许的 王一是可以允许的 就是那个炸里牌的王一 然后鲁素这边对我使用了一张勒布斯鼠 这边要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陶鲜他其实是很怕勒布斯鼠的 换言之 他很怕大乔这个武将 他别的不怕 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叫大乔爸爸 蛮差 这一期的视频呢 跟以往的视频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精简的视频 因为我接到通知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要推送了 所以没什么时间收集素材 做一些比较精美的视频 所以会在后续再给大家推出一个 精精致一点的陶鲜的视频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战局 通过战局了解一下陶鲜的能力 他在马中这边又把刀搞过来 想杀董卓 其实我觉得杀董卓也行 他可能觉得我排太多了 不好杀我 其实是可以尝试杀一下 反正你也杀不死 你看河代后这边不是就是在杀我吗 你看我这边出了一张伞 因为河代后的血线不比我高 所以我这边是没有技能的 如果当时派在马中杀我的话 我就会有技能摸牌 但是我应该是什么牌都摸不到 因为我杀反陶酒都有 他会提示你 你什么牌都摸不到了 你不要在这里给我乱点 然后这个乐不思输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直接丢牌了 丢了蛮多牌 蛮惨 没有听过 开玩笑 给你们一点悬念 就是营造一个气氛 听过了就不要客气 当你只有一滴血的时候 你只要能摸牌 你就赶紧用技能 你不能 你不能说你回合过 你还是一血 这是不允许的 你看这边河代后还在发烧 给我搞个酒 弄我把你打死 好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是一个赛点哈 我摸到了 猪狗炼弩这张牌 嘿兄弟 你给我这个炼弩一上了 攀章马中就要死了 攀章马中死了 我还有疼 我还有铁索连痕雷鲨鱼 有我在打陈玉 陈玉死了 我还有看能不能摸到负义码一挂 再搞弩术 哦哦哦 我还有什么负义码 我直接够得到弩术吗 我直接 诶 其实你配用的 好快点上装备 免得自己尴尬 他是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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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啊 他那个那个潘章马中有那个技能啊 对 所以我们这边就那个牌没有了 然后终会他就杀了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失误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失误 因为诸葛连弩这个东西始终还是容易让人上头的嘛 我不就上头了吗 啊 拿了一个诸葛连弩就狂吐吐 啊 因为潘章马中这个武将比较弱 我平常见的也比较少啊 所以反正就是对不起吧啊 但是失误不是很大 因为那几张杀也没有负一码也没有距离 杀不到别人 但是可以杀终会 可以先 如果如果我当时意识到了啊 这个潘章马中有这个什么鬼夺刀的技能的话 我一定会先杀终会杀到觉醒 再剩下的杀拍到马中 拍到猪人都被反馈掉为止啊 蛮蛮不好意思啊 出现这种蛮傻的失误 我感觉点对不起大家 但是人生在世 谁不傻啊 不傻你就不是人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鲁硕这边又被董卓限制了啊 被董卓快搞死 然后他还在借刀杀人 这个地方 董卓如果手里有桃的话 是可以选择输杀的 如果没有桃的话 这个刀可以选择给他吧 因为董卓不知道我手里的牌能不能够大 所以董卓我觉得这个刀还是可以给一下 因为你给鲁硕 给鲁硕 我说鲁硕哎你无所谓的 你总是要被换牌的 你打不打九杀 关不关都一样 你们还都没有对吧 所以这个当我是不建议出杀的 他出杀代表他可能有逃 再一个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他可能出杀了之后 牌就变少 鲁硕就没有那么多换他的一网 反正心里活都可能是这么想的啊 反正我个人建议这出杀不出杀都没有问题吧 就是三国杀很灵活的一个游戏啊 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游戏 没有说一个死路打法 你怎么打都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思考的都对啊 反正你说我长得帅也对 你说我玩的好都对对吧 这个过后才叫解解八卦阵 他手里断杀了 不然就解鲁硕的手牌干个鲁硕了啊 是这么一个排行 所以解八卦阵了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总是要打成玉的嘛 但是你这个拆如果用来解 鲁硕的手牌的话 我认为也是OK的都是OK的 我们这边祖宗反反 基本上算是一个优势局 因为成玉不太会玩 成玉他一直在伏冰逃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玩什么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稍微拉近时间过一过 大家也看得到 我这边摸到了一道杀 因为杀是所有牌里面 基本牌里面最多的啊 就是最容易摸到的 最大概率的摸到的就是杀啊 如果不懂的 可以回顾一下前面的技能啊 如果还有不懂的 也没有关系 留意后续的淘圈的精美一点的这个视频 我会讲的更加详细啊 让你知道每一个地方应该怎么用啊 关于淘圈这个武将好 然后终惠这边杀呀 比如说终惠选的虽然非常的差劲 但是玩的还是可以的啊 我们刚刚说拉近时间过一过 但是我发现完全过不了 因为可以吐槽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终惠这个武将一定不能作为忠诚出现 希望大家谨记 好 我这边又开始摸了八张牌吧 因为我掉了八点体力上线 就摸了八张牌 这个是一技能 大家懂他 这个配合可以说是非常好 其实董卓主攻算是一个能力比较弱的主攻啊 在主攻的排行榜里面算是垫底的了啊 我个人认为啊 这是我个人见解 我认为董卓是一个比较不行的主攻啊 能力偏弱 但是我淘圈作为忠诚出现 我可以让他能力变得很强 可以挤进上游啊 可以挤进上游 我跟主攻之间的这个联动性 可以让主中方变成上游的一个主 有的忠诚可以把这种搞起来 再就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孙权 孙权就是个下游主攻啊 我非常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孙权 他是很客观啊 孙权就是下游 没有办法 这个主攻能力不行 但是寻语的出现 可以直接让他变成中上游主攻啊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好 在这个没有赢过的周会啊 秀完一波之后啊 我们获得了奔仓比赛的胜利 这个MVP肯定是我啊 我的这个辅助分数 治疗分数都是遥遥领先的 我跟你讲 九分的治疗分数都遥遥领先 我厂商的人是不是没吃过桃子吧 好 桃千的简单视频就给大家带来到这边 从中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桃千是定位在一个辅助 并且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辅助武将 如果大家对桃千真的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留意下一步桃千的详细视频 同时你们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将决定视频的内容 最后是节目新增的互动环节 叫细心的观众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平常董卓主攻的登场率是很低的 但是很巧 刚好周小瑜选了桃千 主攻就是高配合性的董卓 这是为什么 A因为录一期视频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其他的人没有见过的武将 如果是自己打的话会一直拿一选 知道不 所以只好请演员了 B A选项在乱讲 我跟你说 因为董卓 就 他就是这么巧啊 C 其实不巧 周小瑜为了这期视频一共打了一千把 什么主攻我没碰到过 啊 D 这个董卓主攻其实是周小瑜后期做出来的特效 原本的主攻是曹植